在互联网的时代没有人活在网络之外 而在车联网的时代 光阳Kinko最新推出的Noodle 让汽车变成一种社交活动 光阳汽车董事长柯胜峰说 所以其实我们设计Noodle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设计成一个全方位的社交平台 它其实就是一个社交平台 那它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 让你去连接你自己的世界 Noodle是一个APP 也是一个具有创作功能的社交平台 骑士们可以利用一杯咖啡 一盘蔬菜 一幅图画 一张照片 创作属于自己的仪表 上传云端 成为别人的粉丝 或是让别人成为自己的粉丝 Noodle让汽车不只是汽车 而是一种自我表达 一个创新分享 一个社交互动的体验 Noodle创造了全新的社群 把你亲爱的人 以及全世界的骑士都连接在一起 中时电子报记者李盛文 一季中黄子宁台北报道